在美國加州離婚有幾種方式呢 那麼首先第一種叫做Anonement或者是Nollity 這個在我們中文講就是婚姻無效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可以申請婚姻無效呢 通常第一個就譬如說他是18歲以下 那麼還沒有成年未成年那監護人沒有同意之下 如果結婚的話算是無效 那或者是第二個是可能是說這個人是已婚了 那他如果已經結婚的話呢那等於是重婚罪 那第二個這個婚姻也就是無效 那麼還有一種是什麼欺詐的 欺詐譬如說他騙我 那麼譬如說他本身不是異性戀 但是他騙我說他是異性戀 然後他為了是想要做給爸爸媽媽看 或者這也是一種欺詐或詐欺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意志不清 意志不清譬如說他喝醉酒了 那麼最經典那個例子就是前些年那個女歌星Britney Spears 不是跟一個男朋友喝醉酒之後在拉斯維加斯結婚 第二天早上馬上肅請離婚 那個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批准的 就是說他們喝醉了一直不清楚 那麼另外一種呢就是可能是說 好像我們講說沒有辦法進行夫妻之間的關係 這樣的情況也可以跟法庭申請就是婚姻無效 那麼婚姻無效通常是如果是剛剛結婚不久就申請的話 那個比較容易被批准 如果已經很久了 那麼如果很久的話就變成你可能是默認了 當然我們辦公室也有做過 曾經有五六個月之後 譬如說兩個人都喝醉酒了 法官看情形如果合理的情況之下也會批准的 好這是婚姻無效 那婚姻無效通常呢不需要等 就是如果法官批准的話就當場就生效了 那其他的在美國加州離婚呢都要等六個月期間 那我們現在講的第二種就是uncontested就是協議離婚 只要等六個月的時間才可以生效 那協議離婚也分兩種 有一種就是比較一般的協議離婚 有離婚肅請人 那麼然後有這個被肅請人 那被肅請人呢也要提出一個回覆文 那協議雙方呢有一個這個叫做 Marish settlement agreement就是離婚協議書 那如果有了這個離婚協議書 可以去做一個判決judgment 然後由這個judgment裡面會有一個這個判決書 就是規定說男方給多少錢 或者女方給對方的善养費 或者小孩子扶養費或者財場怎麼分 那就是協議離婚 那另外一種協議離婚叫缺席裁判 就是說有一個離婚肅請人 但是被肅請人呢他不提出任何意義 他也不回覆 那麼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在30天他沒有回覆 就跟法庭申請要缺席裁判 也就是說離婚肅請人要什麼 那法官就會判給他什麼了 因為對方沒有意義 那通常這叫做缺席裁判 那第三種就是爭議離婚 那爭議離婚呢 就是說雙方談不攏任何情況 這些條件都談不攏的情況之下呢 要對博公堂 那我們通常講在美國離婚呢 只是加州啦 美國其他州也是 都是勞民傷財花費是很高的 尤其是爭議離婚 那動輒呢 都是好幾萬以上的這個律師費 都是可能的 那麼爭議離婚 要經過很多繁複的一些法律程序 尤其是什麼我們所謂的discovery 就是互相要互相做調查 要做deposition 就是要錄口供 那麼然後要做什麼request for admission 要對方做出一些他的承認 說你譬如說你以前是賺多少錢 你現在不承認你賺多少錢 怎麼的這些東西要做他做承認 或是request for production of document 就是要他提供出一些材料跟文件 來支持我的說法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勞民傷財的 最後才找到審訊庭去 那麼就是那一天就要到法官面前 雙方各執一詞 然後由法官來判決 是小孩子是跟誰住啦 或者是說財產怎麼分呢 但我們通常來講 一般呢百分之大概是90以上 都是在審訊之前都已經和解了 因為在審訊之前有很多動議庭 那麼雙方的律師都會提出一些動議庭 在這些動議庭當中都已經把這些議題都解決了 比如說孩子應該給誰啦 孩子要撫養費多少錢呢 那麼然後禮拜天給誰住 聖誕節給誰過 這裡面都已經在動議庭裡面談好了 所以很多呢是還沒有到審訊日呢 就已經可以把這些議題都談好了 那所以說審訊日那天就等於是就是可以把它給取消了 然後就雙方可以簽個合議書 那另外一種呢 除了這個爭議離婚之外呢 那麼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講的是法定的分居 那法定分居呢不算離婚 它是怎麼樣的也算是婚姻的關係一種 就是雙方已經走不下去了 但是呢雙方因為有某某原因 譬如說有一方需要健康保險 那麼那另外一方也不忍心 跟他做了這麼多年的夫妻 那他都沒有工作 那如果我跟他離婚了 他沒有健康保險生病怎麼辦呢 那這種情況很多人都會保持一個婚姻關係 但是是合法分居的情況之下來進行 就是雙方已經分開住了 但是他還有享有他的保險 但這種情況還是會有財產的分割的一些議題出現 那另外一個就是除了是說這個健康保險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是因為宗教信仰 那麼很多宗教信仰 絕對不允許離婚的話 那麼也是去申請這種法定的分居的情況之下來 還是維持一個婚姻的狀態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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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